台北要怎麼做出的創意有個美美的客家料理 早前前的當地家鄉在中區客家美食料理的比賽當中 但現好度假 無關是菜式的搭配、秋冬、柚露的程度 的確是說創意腳疏 都會堅定的這個平心是吃得熱 因為他們所做出來的每一道料理 人家都不適合再做生的比賽 老師和學生團隊都拿到第一名也有 雞湯合在一起變成茶凍 然後再包進去 所以你咬下去的時候就是有客家的 不管說是傳統客家的料理 來做成乾淨湯包 加下去會有這麼多不一樣的口感 要是加這杯紅茶做來 結果利用散掉的味道 做成王來的造型 讓客家料理處處充滿到家室 這個鹽枝花 然後同德的茶粉 還有日本的河山噴湯 頒給他們獎金 來鼓勵他們 那因為要得獎不容易 所以他們平常都非常認真的練習 老師跟學生利用下課時間 來練習做客家菜 剛才告訴師團隊 典型好手機 少爺學生也透過 中西方餐點不一樣的組合 典型創新的客家菜 想想拿到中區客家 比是料理比賽的冠軍 客家的黑糖膏來製作 然後再加入東方美人茶 做成的茶木屎 捲進黑糖膏裡 讓整個口感吃起來 比較有層次 烏龍茶去滷汁去做出來的 我們特別調出來的客家滷汁 跟一般的客家滷土腳 吃起來有種不同的味道 中區客家美食料理比賽 日前在中興新船六個電池 對家鄉的屬性 都來進入到最愛的決賽 對家鄉的屬性 對家鄉看煮食的工夫以外 要煮好家地味的食材 經過到加澤本的試驗 有用滷的也有滷汁 都來成功典型客家地餐的好煮味 幾度我們要泡多久 然後才可以萃取出最好的茶 那用這個最好的茶湯之後 我們再下去滷肉 因為茶葉它本身其實 沒有辦法跟肉一起滷的 滷太久會澀 所以我們就是用 一直去抓這個濃度 那因為太淡的話 那味道肉料理又吃不進去 所以我們就一直去試 然後以最好的茶湯 然後下去做滷肉這個樣子 才能夠達到 真正去有解膩的效果 當地家鄉的屬性 拿到好身材 好好特別辦貨重金做問題 可以開創這麼多 無限的可能性 從來看到台灣音色文化的內涵 接下來你們先 採訪報道